進行終審判決 18名嚴重走私受賄的犯罪分子 分別被判處死刑、無企圖刑和有企圖刑 經法院審理查明 香港走私分子李森、張琦、鄧崇安、陳麗生 和内地走私分子林春華、姜連生、李勇等人互相勾結 自96年初至98年9月間 通過賄賂收買集光海關、邊防等部門 以及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 採取小報多盡、毅報品名、不經報驗、直接提貨等手法 大使走私、汽車、成品油、鋼材等貨物 偷逃關稅、從中謀取非法暴利 被國家稅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呂白濤 在會上宣讀了判決書 以受賄罪判處曹壽康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沒收過人的全部財產 以走私罪、受賄罪、行賄罪、訴罪並罰 判處讓渠清死刑 換其兩年執行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沒收其過人全部財產 據悉今天廣州、深圳、佛山等地 同時召開宣判會 對林春華、李森等13名同案犯進行公開宣判 其中林春華、李森等4人被判死刑 陳同慶等4人被判死刑 其他犯罪分子被判無期徒刑 同有期徒刑 廣東台記者馮馮和站江台報導 阿根廷在超級房車組第3、第4回合中一舉多魁 香港車手李萬奇則在第4回合比賽中 團體冠亞均被北京隊和上海隊奪得 天津隊的小將孫春和以53.19分的總成績 獲得了個人全能第一 在本次比賽各單項取得前12名的運動員 將有資格參加本年度全國武術錦標賽套路個人賽 阿根廷足球秋季聯賽 打新天地 做護理 國旗生產廠家的夏淑門時報 這裏開展國旗已舊換新的活動 廣東台報導 這次新聞先報導到這裏 下次回來有以下的主要內容 廣東省 廣東 中 廣東 廣東